他俩互相利用嘛 而且他连黑帮都不 其实中间没有任何的信任 而且刚才Q梅说的这一点 就是历史上中国 不要说中共了 受俄罗斯的欺负是最多的 其实中共的 中国的整个的土地也好 领土也好 资源也好 都是很多都是被俄罗斯拿的 普京因为吹牛嘛 如果三天都可以拿到乌克兰 结果没干成 中共一看 哇塞你这么熊 我也别支持了 就退回来了 现在就越退越多 现在又跟美国和谈来了 所以这个时候 我相信那个普京肯定是一肚子火 一定会寻求报复 所以我觉得就文贵先生 能在2021年那么早 就把这个世界的一个局势 说得这么清楚 真的就是情报 我们回头看这个 现在这段视频 我们就知道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但是他刚说了一句话 我就有点就是 跟你们俩探讨他 他说立刻死马上死 就是中共是什么情况下 他会立刻死马上死 除了这个俄罗斯反投过来 就刚才你说的这种情况 军事上威胁中共 还是压迫中共 我不知道包括 可能在经济上 是不是会也跟中共闹决裂 或者导致中共马上死亡 我觉得马上死 应该还是文贵先生 怎么说的 一共灭共 共产内部这块 一共灭共 中共内部的人是最清楚 共产主义 或者说他整个共产党 整个系统已经瓦解了 这时候是弃船的时候 或者变的时候 没错 就说这个是一个立马的变革 因为文贵先生也多次说过 就算是欧美西方国家 再有利的条件也必须是依靠 中共内部的人一共灭共 对 这个是我觉得应该是他内部的变化 是越来越加剧的 表面上依然看着是跟国际形势有点缓和 但是其实内部还是应该 他这个缓和是演出来的 是演出来的 那一定是演出来的 对 包括美国也是演出来的 对 就是习近平可以说我是流氓 我不管谁 我不救不出来 我就不见你们 对 但是美国的就是政治这些人物 他还得给他 但是他们心里面放了什么很劲 或者要出什么很招 大招都在后头 你都不好说 所以就是很有可能就下一 你现在这个态度 我回去我就给你灭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